好继续来看到代表会的消息了 先是看到的是凤林镇代表会呢 在11月2号的上午举行了镇长的实证报告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在致辞的时候说 镇公所的多项社会福利以及基础建设 也都拿出了亮丽的成绩 镇长萧文龙同时也感谢 11席的代表全力支持 才能够让各项的福利政策 以及预算顺利的编列 得以进行基础建设的提升 凤林镇名代表会第21届第6次定期会 2号上午进行镇长实证报告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至此时表示 代表会同仁的理性问证 积极监督相公所的镇镇建设 为全镇名谋福祉 今年以来我们公所在既有的基础之下 所以说在整个镇盛的一个发展 一个上级的经费 所有的印度的建设 都已经逐渐的一个到位 然后相关的单位 也对于我们丰林公所的一个评价 也相当的高 那这份的评价当然就是 对于地方建设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待会应该可以在我们 整个施政报告里面 可以很完整的听到我们公所的 对于对于未来的目前的施作的一个基础 以及未来的愿景 那这段期间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代表同仁 都能够充实的反应我们的民意 提供我们公所建设的一个建议 让我们公主在施政的整个的一个道路上 相当的一个争取 镇长肖文龙在施政报告中指出 感谢凤林镇代会给予的协助 才能够让多项施政以及预算顺利进行 很感谢会会在文龙任期七年的时间 对于我们政公所大家那么多的支持 使得我们凤林镇所有的建设 都能依照我们的计划来去执行 那也是在我任内在审查预算 明年使用是最后一年 但是我们对于代表会的尊敬 无论是代表会的提案 或者是代表会的建议 或者是沟通 我们都会春风的来这里做 那也希望说在这次大会以内 特会代表先生女士 本着理性的来问证 本首的所有科室主管 一定会很尊敬大会的代表女士们来回答 肖默龙也表示 目前时局社会弥漫着不安焦躁气氛 而凤林镇的政务能够顺利推动 持续各项公共建设与产业经济发展 社会福利照护 陈赖代表会适时监督 以及鼎力支持 以及公所团队努力执行 方能够获得证明的肯定 肖默龙也深感欣慰 代表会的不令指正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